OK 那就這個樣子就把它全部建出來了 有沒有 超帥的 我超愛這個的 嘿 我是Hennigan 歡迎回到我們的世界末日模組生存 在前面幾集的集數呢 應該有大概5集左右吧 對 我們都是在跟其他實況主做遊玩 或者是我們就不在家裡 所以很多東西我都跳過了沒有介紹 這個太陽能頭盔就是這樣做啦 反正很簡單就對了好不好 有兩種合成方式 那都大同小異 中間這個是叫做太陽能板 它是用火力發電機升上去的另一個發電設備 這個如果我理解沒有錯誤的話 就是只要在太陽底下它都能做到發電 個人是覺得還算不錯的一樣東西 再來還有另外是我們有用的這個電動蜻蜓 這個東西製作上也算蠻簡單的啦 它基本上就是一大堆鐵啦 對 再來還有就是我跳過了兩個電池背包 之前我們用的都是直接用高階電池背包 前面其實還有另外兩個 一個是初階 一個是中階 我跳過了有幾個原因 第一個我會跳過初階背包的原因是因為 這個容量其實還真的蠻小的 那跳過中階的原因是因為這個 我覺得反而還比較麻煩一點 我好像沒有硫磺的樣子 硫磺還要用什麼抽取機啊 才能做成硫磺粉 我覺得太麻煩了 所以我就直接跳到這個高階背包囉 高階背包它最困難的點應該是能量水晶吧 不過能量水晶它也只是拿這個粉末 把它壓縮成水晶 那這個粉末則是要用鑽石粉和紅石粉 而我們這個鑽石粉呢 基本上只需要用磨粉機就可以了 我們現在的材料幾乎是大部分的東西 都可以做出來了 有些機器我還沒有弄嘛對不對 其實我們材料都夠啦 然後有些東西我還是把它放在這裡啦 我就沒有把它移到地下室了 其實地下室我也做了非常大的修改 等等我們來看一下 喔對了這一隻狗狗啊 是我們在跟汪汪的第二集之前 就是我們在第二集拍攝開始之前 它馴服了一隻狗狗喔 後來因為被怪物攻擊 它自己瞬移到了我們的房子裡面 所以我就把它放在這裡啦 這樣也比較安全一點喔 我好像也沒辦法控制它的樣子 好啦那我們先來我們的地下室看一下喔 地下室...喔修改真的還蠻大的喔 這裡可以先看到就是我把這個網內縮了一格 再來是底下的能量力方也有做一些修改 這個能量力方我之前有說過嘛 可以設置輸入或輸出 或者是什麼都不要 那這裡可以看到它那個板子不見了 這個就是什麼都不要的那個選項 裡面可以看到有個亮亮的在轉那個方塊 我是覺得還蠻好看的 我就這樣用了 這裡的話則是充電一些我們的能量力方還有電池箱喔 這裡的話則是各種機器類 而這個東西我把它往裡面用了一點點 這個的話則是我把這兩個換成了液體廚藝槽 我這裡底下其實有連接了一個...有沒有看到 這裡其實有管線喔 所以這個管線是會直接連接到這個機器裡面的 我們之後的一些液體都可以直接倒在這裡面就好了 這裡的話我也是重新設置了一下 我把它弄成的比較好看一點點 再來是底下我們用了物流 我們可以直接下來看 喔對 這裡底下我也是挖了一大片有沒有 這裡已經挖到了第12層了吧我記得 這個熔爐也是整個超級大的 裡面應該有9000多個我記得 這個有9000多個的容量應該是很夠我們用了 然後這個方塊是我在設置這個的時候墊的啦 這裡底下我是用這個物流管 這個物流管已經是高級物流管了 就是有升級過一次啦 那這個東西就可以吸取上面的這個鑄道台上面的東西 然後送進這個儲物箱裡面 這個基本上就是一個高級漏斗的概念 很棒 我還蠻喜歡的 這樣的設置我覺得還蠻不錯 接下來我也會開始繼續的把我們地下室一直往下蓋啊 當然可能是等我們真的需要再蓋啦 我們現在應該還不會這麼快用 好啦 講了這麼多的改變 今天我們要來弄一下比較好看的地獄門 這個地獄門這樣放在這 老實說還真的蠻醜的 對吧 所以我今天決定我要把它敲掉了 其實我剛才背包裡面 欸 我剛才有開背包嗎 應該有吧 好 我剛才背包裡面其實放了很多的材料 大家應該都有注意到了吧 今天我就是要來弄一下我們的地獄門 而這一次的我一樣會使用預先建築的模組來製作 因為我個人是覺得它裡面的地獄門是非常漂亮的 我非常喜歡 所以我想要直接拿那個來做 這樣比較快一點點 來 我們先去找個工作台來用 這裡我有準備大約是四樣的東西 第一個是這個黑曜石 我們要先這個樣子弄出一大堆的壓縮黑曜石 壓縮過一次之後我們要再壓一次 這樣子的話會變成雙倍壓縮嘛 再來是我記得還要用一個 好像是三倍壓縮石頭吧 這裡已經都是壓縮石頭了 我平常收納東西都已經是用這種方式來做壓縮了 這樣子空間會比較就是不會耗費這麼多啦 因為石頭真的很大量 石頭後取真的太大量了 我覺得太麻煩了 再來是我記得還需要海靈石 這個海靈碎片就不要再問哪裡來的了啦 就是如果你有看這些影片應該都知道了 我們用很簡單就可以獲得海靈碎片的方式 再來是地獄石鷹 我記得要做三個石鷹專 這邊我想要來做出這個藍圖 這個藍圖呢 我是不是記錯了 等一下 我好像繼承了終界門的是不是 我看一下喔 欸對終界門的才是這樣啦 北七喔 我根本不需要這麼多東西 北七好去哪個打火石 好啦沒關係就當預告一下吧 我們的終界門也是可以這樣做的 我們做一個地獄門 不好意思啦 就是記錯了啦 因為我同時在進行很多準備啦 所以就會忘記 這裡還有很多藍圖 之後我們應該都會嘗試的來弄一下 來吧我們先來到這裡 對了外面逛了跟大家講 就是我這座島啊我把兩片整個連接起來了 原本中間應該有一條像是盒的東西嘛 我後來全部填起來 再來是燈圓尾也是全部統一 原本另外半邊應該都是插火把的 那我剛剛在錄影之前 我已經先把它整頓好了 這裡火把還忘了敲 好對差不多就這個樣子啦 再來是我想要把地獄門建在這個方向 欸我想要建在這邊 那我們先右鍵一下喔 這個地獄門有沒有看到 這個預覽圖看起來就超帥的啊 我們先來看一下它整個預覽喔 好啦那這就是整個預覽出來的效果了 我個人是覺得真的超讚的 它就是一個巨大恐龍的頭顱 我們...我是覺得這個位置已經算不錯了啦 我就直接建囉 OK 那就這個樣子就把它全部建出來了 有沒有超帥的我超愛這個的 我們來看一下 背面應該沒有凸出來吧 應該都OK的齁 上面其實還蠻多東西的 它這個細節做的還蠻不錯的 我還蠻喜歡的 我之前有想過要自己拿那個骨頭啊 來打造一個這種 就是一個恐龍頭顱的感覺 但後來覺得太麻煩了 吉古我後來竟然發現這個 預先建築有這種頭顱 好趕快建一個來 這中間的話就是它的嘴巴嘛 主要它嘴巴內部 這裡就一個超大的地獄門啊 我們等等可以再去做一個打火石 這裡就可以把它打開來 有沒有這個好看多了 之前那種小小一個算什麼 有夠爛的對不對 裡面還有做一些就是 欸 裝飾吧 這裡有玻璃擋住啦 過不去 裡面就是一整個地獄的感覺 我超愛的 來我去做一個打火石過來 還記得我們之前跟汪汪的那集 我們有做了一個傳送機嘛對不對 有用了一個傳送機在地獄堡壘那邊 可是我後來發現我忘記要用了那個東西叫什麼 區塊載入器 嘿我忘記要在那邊弄區塊載入器了 雖然說在我們傳回來的一瞬間 我們還是可以回得去 但是過了一段時間之後 那邊又會停止載入了 所以我覺得那邊應該也還是會需要一個區塊載入器 那個時候沒想到 完全忘記這回事 所以我之後還會再想辦法徒步的回去一次喔 來吧我們就先看看這個這樣打開回去到哪裡好了 不知道會不會到原本那一個欸 我不確定會不會跟原本那一個是一樣的位置 來進去看看 哎呀呀結果進來真的是原本的這個地獄門欸 我之後再想個辦法把這個拆掉 啊我之後用一個傳送機在這旁邊 然後把這個拆掉 再用傳送機傳回去 然後我們再從縣市再穿過來一次 應該就會重新建造一個地獄門了 這個地獄門我自己是覺得我真的還蠻喜歡的啦 如果是我自己來蓋應該蓋不出這麼好看的建築 這個我應該可以講好幾次 就是對我真的很喜歡這個建築 我們來設定一下傳送機喔 這邊目前有一個AA一個BB AA是我們在上次跟尼亞斯去的那個地方 就是靠近沙漠的那片城市 再來BB這個頻率呢 則是到我們的地獄堡壘 我這裡要再設定一個CC 這樣子的話我們等等在地獄用個 應該就可以傳送了 這樣子放一個旁邊要放一個能量的地方 再來是放個傳送機 再放上框架 我後來有發現啊 這個框架會發光欸 它有光源欸 這個是我在跟汪汪那一集才有注意到的一件事 來這裡 電量有進去 再來是把它設定為CC 這樣子的話就可以進去了嘛 我們先把這個東西給拆掉 等等應該會 欸等一下 這樣子是不是變成無限黑曜石啊 好像是喔 欸好像是欸 這樣是不是變成無限黑曜石機啊 好我們這樣回來之後呢 再從這邊進去 有嗎 欸 跑到了別的地方欸 高度好像不同了 欸不對欸 離剛才那裡遠了很多欸 發現什麼事情 我原本在哪裡啊 好的 事實證明一定可以升地獄門啊 只是好像會有點危險 那個是我們原本的雪屋 就是我們在撈石油的那一集弄的 欸 所以說 我家應該 就是原本的那個位置應該是在這裡對不對